就是这边你要调整你自己的粉砖 哦 OK 但是应该是有E-mail的那边 好 太好了 原来是这样子 诶 有有人进来了诶 我看一下哦 有 诶 有诶 发布出去了 诶 有六位朋友已经进来了 嗨 我们在等其他的好朋友们一起进来我们的直播间 对 大家可以继续留在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记得上面就是有我们留言要 怎么样的通关密语可以来抽奖 我们可以先把留言呢留起来 并且赶快转分享出去 对 这样就有机会获得就是我们今天直播 为大家准备的就是精美的好力 对 现在赶快就是刷出去 然后呢把你的亲朋好友全部一起揪进来 那如果就已经进来直播间的朋友 就麻烦就是帮我按赞跟留言啊 可以就是留个OK之类的 告诉我说你已经进来了 那我们知道您来了 对对对对 就是打个招呼这样子 对 Say个Hi 好快 54位朋友了 好快喔 很快速 那我们想想我们今天到几位的时候 我们正式开始 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要到个30位左右 好耶好耶 那我们继续加油努力一下 加油努力一下 就是大家就是按赞 帮我们留言一下 没错 按赞留言 然后今天要送什么呢 就看看我们的后方 就是我们非常棒的香水安基酸墨浴乳 那今天就是抽奖过程很简单 就是呢打下我们的通关密语 然后你一定要分享直播啊按赞 你就有机会呢来参加我们的抽奖 那今天我们要在直播的当下留言才算 对就是直播当下留言 那时候我们会在9月11号的时候 公布在就是法赞香水的粉丝团 那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知道 到底自己有没有中奖 那其实没有中奖的朋友 其实也不用太相信啦 因为虚晨是我们这一档员 准备的非常非常好的活动 对 家人员多一件 真的真的真的是 因为家人员多一件 大家都知道 并不是每一次的档期都有所有的产品 所以呢 如果喜欢的朋友的话 今天听完我们的介绍 你一定会马上想要冲来去人时 赶快来参与 家人员多一件这个行列 好 那就赶快大家留言刷起来 然后呢 把我们的直播赶快分享出去 我们待会到30人 我们就要来正式开始 我们今天的直播了 26位 26位了吗 好快喔天哪 马上大家要冲进来 真的 进来的朋友赶快说个嗨好不好 打个招呼 让我们知道你在了 然后可以赶快刷留言分享起来 36 36了 一分享一分享 一分享 好快喔天哪 快就39了 真的耶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好了 对我们正式开始 今天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在直播 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 因为我们看得到 对看得到就可以马上回复大家 对直接来回复大家 是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OK 非常的快速 那很开心今天又能够来到驱神市 那跟各位驱神市的粉丝 法森香水的粉丝 以及葵葵的粉丝 分享就是我们家法森香水 最好用的香水氨基酸沐浴露 那其实今天除了就是来这边直播 我觉得自己还蛮开心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点是能够邀请到葵 其实是我还蛮好的朋友 是 因为他最近档期很慢 那前一阵子我看到他在就是一些 香港之类的媒体 对 有一些还蛮很不错的表现 那是要敲叉其朋友来讲 没有啦 这样讲的不好意思 其实我很有荣幸可以来参加 因为其实我之前有用过他们家 不论是这个洗髮精沐浴露 那我自己是爱用者 对 然后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说 我自己用完一罐之后的感觉 因为其实不管是香水跟 香水沐浴露跟洗髮精我都用完了 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忠实品牌爱好者 对 其实我们两个自己对于香水相分系列的产品 我们其实自己都还非常在乎 那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有准备就是 还不错的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对 那可可就是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了 是好 今天我们的通关蜜语呢 我们小便已经打在上面了 我们就是要呢 在我们直播的当下 分享直播 然后并且你要take两个好朋友哦 然后呢 用我们的hashtag 然后打上香水胺基酸沐浴露 然后一起打造质感生活 那通关蜜语 你一定要写得很完整 因为到时候我们直播的时候 我们是要用通关蜜语来抽奖的 那今天在直播当下 有留言的朋友 我们会在9月11号的时候来公布 而且小岸 我觉得这些品牌真的好大方哦 我们要抽不是只有一位哦 我们要抽五位 真的 所以这几率真的很高哦 你知道会这么大方 最主要原因是 因为你刚好今天来 那我们就想说跟屈人士合作 那就只好就是 非常大方的快的送出 就我们最好用沐浴露 那希望能够让各位就是 粉丝朋友们能够今天呢 就能够体验到 我们最好用的商品 那葵葵就是 其实现在夏天啊 因为你身为主持人 那其实应该会在蛮多 就是展场或活动上面 就是有一些就是表现 那你会不会平常 遇到一些肌肤保障上的困扰啊 是 你们知道说这个 因为现在夏天很热 对不对 而且其实现在有一点就是 夏天跟秋天的交换之急 对 这个时候天气很容易很闷 如果尤其你是穿长袖的话 你会感觉到就是 你的身体就是有一股 很闷的湿气在里面 然后就算你是穿短袖 也会有年年的那种感觉 有朋友问说我们的香水沐浴上市的时间 哈啰我们已经在这啰 你现在在区域城市都可以买到 而且重点是你在区域城市还有满一送一 就是加益员多一件 相当于满一送一 相当于满一送一 加益员多一件 非常划算 好 那我就继续分享 那所以其实我对于香芬是 就是非常的在意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就是到处跑 那你中间可能晒到太阳啊 或是你在冷气房跟这个外面的户外空间 交换之际 你就会很容易出汗 女生都会出汗了何况男生 你知道我有时候主持一些展场活动啊 在那种密闭式的空间 然后就有很多就是男子 然后就是被奔进 然后他们身上就会就是有味道 所以就是我觉得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 就是一定要在意自己平常所散发出气息 不论是自己闻到觉得很舒服很轻 别人闻到也会觉得哇 整个质感大加分 对 那时候其实会有 Faccent香水这个牌子 其实要回归到2018年左右 那因为其实我们 其实有在 花仙子其实一直有在市场上做一些市场研究 那我们发现现在台湾的香芬系列的产品 其实它通常都是一些比较单调的果香 或者是花香 那但是因为这几年开始 像是我们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应该也算是TA吧 那以及就是台湾满足的消费者 其实对于香芬这样子的产品 都开始越来越注重 那如果是比较单一的果香或花香 大家可能就是觉得相对于就是 比较没有这么有质感 那因此我们就投入了非常就是多的研究 那我们也就跟就是 国际知名的调香师做合作 那正式把就是Faccent香水这个牌子开发出来 那我们希望能够就是让台湾的消费者 都能够就是在使用我们的产品的时候 都能够像是活在香水瓶里面一样 就每天都散发出精品香水的味道 那其实大概2018年夏天开始 我们其实最早是从扩箱 然后香氛袋空间制品喷雾开始做出发 那末月五其实是到了2019年 就去年大概秋天左右的时候 我们才正式上市 那葵葵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个非常厉害的数字 所以也非常感谢就是各位台湾的消费者 就是我们其实在2018年 2019年上市的时候 我们上市不到半年 那其实就是在各大美妆媒体 无论是大家很常看到的 LVogue美丽佳人之类的媒体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踪距 说到这个啊 你知道我在就是2018年夏天的时候 因为我就是有时候会关注一些社群媒体 我自己平常有在经营我的平台 然后我就发现有好多的知名艺人 像是这个知名主持人Sandy 吴山儒 还有像贾永杰等等的 这些蛮有名的一些艺人 他们都有在他们的FB、IG 或者是我平常也会关注那些 就是美妆的平台或部落客 他们也非常多的部落客 都一直在推这个香水 所以香水沐浴乳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哇这个品牌居然就是做出了 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有质感的香料 而且刚刚小安说的这个调香师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香水沐浴乳 跟我们一般我们可能传统听到的那种 就是有一种香味的那种香水沐浴乳非常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前中后调的香味 而且经过专业的调香师所调出来的 我们的质感味道其实非常的好 它就是会能够在你使用了之后呢 你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间点 都能够身体散发出不同的味道 像是我们可能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是花香味到了尾巴的时候 就会透露出一些木质调的香气 那让你在每个时候 使用我们的沐浴露都能够有不同的感受 那刚刚分享给葵哥的数据是 我们其实2019年上市沐浴露了之后 其实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们就超过了 就是在全台湾销售超过20万瓶的好成绩 20万瓶? 所以就缓缓几个月真的非常的厉害 天啊! 对因为其实刚刚说到我觉得 我自己以一个消费者立场 为什么可以这么热销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他们家的香水沐浴乳 你们如果使用过就知道 他们的味道的质感非常好 但是CP值很高 因为我们过去听到那种香水沐浴露 我自己是敏感肌肤 我就会觉得说我敏感肌 然后如果它的沐浴露是有香味 会不会是加了一些 什么样的一个化学的东西 不是定香气之类的东西 就很害怕 我就会怕说洗起来 虽然香香 但是我皮肤可能会过敏啊 痒啊 就是敏感肌困扰 但是因为我自己洗完整罐 那他们家的这个沐浴露 其实是个弱酸性 所以你如果是敏感肌肌肤的话 也是完全可以使用他们家的香水沐浴露的 所以我就算是夏天啊秋冬啊 我洗他们家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他们家的味道非常特别 因为有前中后味嘛 所以你在洗的过程中 就是你在搓泡过程中 你洗在身上的感觉 还有你洗完 隔天你出门的时候 那味道是不太一样的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哇你的香水沐浴露 可以给你很多的惊喜 因为它有前中后味 那别人闻你的身上味道 会有点不太一样 对那刚刚说到就是敏感肌这件事情 还可以跟各位就是粉丝朋友分享的是 其实我们家的香水沐浴露 我们都有通过就是 国际的香料协会的认证 那我们也有就是通过SGS的认证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非常安心的做使用 它是非常非常顶级的就是香味 那也不用担心说 使用我们家的浴露露之后呢 会有敏感的状况发生 会觉得不舒服 那当然就是像我自己的话 我个人就是蛮喜欢 上面这款黑色的真我心叶的味道 因为其实我们有非常不同的味道 那像真我心叶就是我个人就是比较偏好 虽然它是浓郁的花香味 那大家一定会想说男生适合用浓郁吧 想要我真的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想要问一下 然后也帮我们现场观众朋友问一下 因为其实大家听到香水沐浴露都会想到 那应该是女生的产品吧 就是男生的话我们可能都一般在 在选择上面我们都会选择那种可能运动的那种香气 但是这一款呢真我心业 它其实是男生可以用女生也可以用 像我有时候就是可能要出席一些活动啊 晚上的时候去一些party啊 我就喜欢用这一款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浓郁 它就是相对浓郁的花香调 但是到厚调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一点淡淡的木质调 那刚刚说到就是花香调或香水 这是不是就是比较偏女生 其实我觉得不是 因为其实蛮多市售高级精品香水的男香 其实它的调性都有就是添加一些花香调 那当然就是这几年来讲 我觉得香味这件事情 其实蛮多男生开始不是让别人闻 而是让自己闻 那你用完了之后呢 让自己身体散发出非常清新淡雅的味道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自己整个自信跟质感就提升 那我记得 愉悦起来 自己闻自己的味道都会觉得很满意 都非常开心 那我记得我上次好像跟我们公司的一个同事就在聊 因为他就是使用了我们家的沐浴了之后 他发到整个就是办公桌上的巧克力跟玫瑰花整个抱着 而且说真的 大家不要觉得说香水沐浴露 那我喷香水就好了 其实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香水你别人闻到就会很明显就是 你擦了香水 你擦了古龙水 你擦了什么品牌 但香水沐浴露它的味道相对香水来说 它没有那么的强烈跟刺鼻 所以你闻起来感觉好像是你身上真的散发出那样子的提香 就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就唯一女生立场 我闻到男生如果说有这样子的味道 我会觉得说哇这个男生一定很爱干净 而且他一定很在乎自己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味道 这完全是个大加分 对因为其实蛮多 我觉得现在台湾男生会遇到困扰 其实也应该要归咎到天气吧 因为台湾其实算是比较潮湿跟湿热的天气 那蛮多男生在选择就是沐浴乳的时候会遇到说 如果说要清洁力比较强 那它可能味道就没有这么好闻 那时候味道好闻清洁力又不强 所以其实常常在这样子的沐浴乳中间 也很难去挑选到一个平衡的产品 对那因此我觉得这一罐沐浴乳就非常适合 就是普罗大众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因为它可以兼顾就是清洁力好 那时候肌肤不会干涩 那你使用完了之后又能够有前中后调的果香 后味的香气 说到这一罐 它是适合晚上或是男生 这一罐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 这个是我们的同名花语 那女生的话 你知道女生要因应不同的场合 有时候见男朋友 有时候工作 有时候跟姐妹聚会 所以我自己本身在选择这个味道上面 我这一罐最喜欢是使用在 例如说可能假日要跟朋友去解餐 或是逛逛街休闲一下 白天去爬山做一些户外运动 这一罐味道就非常淡雅 而且很气质 然后是那种淡淡的那种花香 淡淡玫瑰玲藍的那种感觉 对就会觉得说 哇就整个身体都感觉清飘飘的那种很清晰淡雅的味道 而且我觉得使用完这一款就是同名话语的味道 它相对就是因为它的味道比较淡雅跟清新 其实也蛮多人说它其实就会你使用完了之后 就是有种如果是有婆婆的人 就是好媳妇的味道 真的真的就是不要有那种太重的那种香水味的那种感觉 你就用它就对了 对那像我自己的话 因为有时候假日还是你知道上班很累 假日还是偶尔想要去逛逛成品 要逛逛书店的时候 偶尔想要当当假文青的时候 我觉得就蛮适合使用就是我们前面这一罐 就会逛小苍蓝 小苍蓝其实是蛮知名的香水味道 那其实对于台湾的消费者应该都不陌生 那小苍蓝其实它就是 在家里面都不高兴 那边的联系 就是这样的咏 因为给我给我重点 Hope You Can Do 那个人是想要来给到 first 小苍蓝的不省 我不是想要被不省 快点 那我愿意花了 好吗 好吗 当然 我很少给你 我真的太大了 就在这个问题 有这个东西 我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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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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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今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